咱们今天来说一个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就是在网络上有着很多的相约自杀群 咱们就来说说关于相约自杀的事情 咱们首先来说发生在2017年的一起暗线 2017年8月初的一天 广东省潘虞市惹的都不行了 稍微一动那就是一身汗 潘虞市火车站附近有那么一家宾馆 在其中一个房间里边空调在那开着 门窗在那紧闭着 中午的时候服务员小敏就来到房间门前面 就敲门准备打扫房间了 咚咚咚请开门我是服务员 咚咚咚咚咚咚 说了好多遍就是没有人开门 也没有什么回应 趴门外听听吧 也没什么动静 奇怪呀 两天之前的早上啊 有两个小伙子在这登记住宿 说好就住两天 今天早上啊 应该退房了 但是呢 退房的时间已经过了 这是继续住啊 还是走人呢 怎么也不见这两个小伙子到前台说什么呀 再者说了你好歹我敲门了你给我开开呀 小敏呢感到有点纳闷又用力的敲了几下可还是没有动静 因为这两个小伙子登记住宿的时候特意打过招呼说不要打扰我们 所以小敏呢也没敢直接开门进去 小敏回到了前台就在那等着左等右等 眼瞅着又过了一会儿功夫了还是没见着这俩小伙子的身影 一直到了下午小敏又去敲门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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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你好我服务员 哎先生先生麻烦开开门 可屋里面呢还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不对呀 这两个客人是不是走了呀 这账还没结呢 这就走人那可不行 于是呢 这小敏呢就赶紧叫过来经理 用钥匙把房门打开想看个究竟 这一打开呀 屋子里边虽然没有任何味道啊 只有空调一丝一丝的凉风吹了进来 但是啊 窗帘又关的可紧了 特别的昏暗 再加上那凉风啊 让人都感觉慎得慌 经理呢随手啪的一下把灯就打开了 仔细这么一看呢 一张床上直挺挺的躺着一个人 因为是标尖啊 另外一张床呢是空的 小敏以为那个人在睡觉呢 也没多想 反正一边嘀咕着呀 一边就去推那个人去 这人真能睡 哎 喂 先生 起来了 结账了 到退房时间了 可哪知道 甭管怎么喊 一点动静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反应 小敏一看 睡的怎么这么沉呢 用力这么一推 那个人咕咚一声 就滚到地上了 肢体啊 非常僵硬的那种啊 哎呦 我的妈呀 死人了 小敏啊 从来没见过这场面啊 也是平时谁没事能见着死人呢 吓得连色可就变了 哗啦一声 跌跌撞撞的就冲出去了 再看旁边经理 尽管是个男子汉 那他也没见过这场面啊 也吓得动弹不得了 后来呀 尽量的让自己镇定下来 然后在那喊保安保安保安呢 很快几个保安就跑了过来 大家呀 人多了 胆子也就大了 上去呀 仔细这么一看 哎呦 已经没气了 这人呢 肯定是死了 经理呀 颤颤巍巍的拿出电话 就报了警了飞 姚姚灵吧 我们这有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死了 接到报警之后 潘虞市公安局的民警 很快赶到了现场 经过法医 进行检验之后鉴定 证实这名男子 是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已经死亡 40个小时左右了 民警勘察现场的时候 还发现 屋子里面的地上 有一个糖瓷的脸盆 里面呢 有一些残留的木炭 这就似乎是告诉人们 这死者是有备而来 就想着死这儿的 面对民警的调查 服务员小敏 还回不过神来呢 还害怕着呢 民警啊 那是百般的安抚 他这才稍微的镇定下来一点 随后呢 把两个小伙子住宿的登记时间 自己上门准备让他们结账等情况 一五一十原原本本 告诉了民警 民警随后就检查住宿登记 检查的时候就发现 住宿的这两个小伙子 一个叫米图 是安徽省南陵县人 一个叫浪子 是广州市人 当然这名字呀 都是网名 民警呢 通过两个人身份证上的信息 又上网核查证实 发现这死亡者 就是这个叫浪子的人 网名叫浪子的这个网友 究竟是自杀 还是他杀呢 跟他一块登记住宿的那米图 到底跟他是什么关系呀 啊 他们这老家那是相隔千里呀 这米图在浪子死了之后 又去哪了呢 为什么他们一起住酒店 米图又为什么不见踪迹了 一连串的问号 可就摆在了民警的面前 民警啊 检查浪子物品的时候 就找到了他的手机 在手机里边就发现了 他和米图的QQ聊天记录 这一看 让民警找到答案了 这浪子跟米图啊 之前并不认识 米图呢 是安徽省南陵县人 在上海打工 两个月之前 俩人通过QQ群认识的 而两个人在QQ里聊的呀 都是一些特别负能量的东西 哎呀 生活的低落 自己这种强烈的自卑 对生活的绝望 尤其是想自杀的念头 最后一次聊天 是在三天之前 两个人约好了 在攀鱼室见面 约好了一起 离开这个世界 民警根据这些QQ聊天记录 就初步分析认为 米图是和浪子约好之后 千里迢迢从上海到了攀鱼 随后两个人在旅馆住下 一起购买了木炭等物品 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既然说好了一块死 怎么米图没在屋子里面 只有浪子死了呢 这米图是死是活呀 这一个个米团 只有找到米图才能解开 民警就通过米图的QQ号 试图跟他联系 但是米图毫无反应 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 如果米图没有死亡 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 他就涉嫌故意杀人 因为他没有尽到阻止 救助浪子的责任 也没有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017年8月10号 潘雨警方将米图上网追逃 并且给南陵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发函 请求协查抓获米图 南陵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接到潘雨警方发来的协查函之后 高度的重视 随后呢 又转发到三里派出所 要求及时调查米图的行踪 并且实施抓捕 三里派出所啊 接到指令之后 立刻组织警力 成立了三个抓捕小组 分头行动 一组呢 借着日常调查的这个契机 到米图老家进行调查 二组啊 对辖区所有的宾馆 网吧 以及住宿场所 进行地毯式的清查 三组呢 梳理米图的亲友关系 希望能够找到他的下落 一组的民警来到米图老家 通过村干部介绍 这才得知一个情况 米图呢 跟妻子啊 关系不好 俩人呢 闹离婚呢 后来他的妻子下落不明了 米图也离开家乡 到了上海打工 米图有一个孩子 未成年 留在老家 有母亲抚养着 但是啊 不在村子里边住 具体在什么地方 村干部也不知道 村干部一边介绍着 一边带着民警 到了米图老家的房子 进行查看 这一幕啊 让民警那是百感交集 那房子是要多破 有多破 多少年了都没人住 无前无后啊 那荒草长得恨不得半人高了 民警呢 就又问 村里边左邻右访呢 你们最近看到过米图吗 后来啊 这村民们也说 米图啊 性格内向 很少跟村里人来往 我们也都一年多没见着他了 最近也没看到他回村 与此同时 另外两组也没获得米图的消息 那这米图会不会在上海呢 民警呢 又跟熟悉米图的亲朋好友接触 经过了解 米图并没有回上海 那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这时候 民警得到了一条消息 米图的母亲带着孙女在三里街道居住 民警就分析 既然米图的孩子和母亲在三里街道 他很可能会回乡看望 按照这个思路 民警找到了米图母亲的赞助地 考虑到米图患有轻度的抑郁症 性格孤僻又有自杀倾向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也为了避免抓捕的时候 米图有暴力反抗或者自杀自残的情况 民警决定在他母亲的住处蹲守 寻找机会 实施抓捕 可没想到 民警蹲守了两天两夜 并没有发现米图的踪迹 每天呢 米图的妈妈就带着自己的小孙女在附近活动 生活的很平静 民警们也没有放弃 继续在周围加大摸拍力度 那么这米图到底在哪呢 像这种相约自杀的行为 包括啊 以往网络上很多教唆自杀的行为 到底算不算违法犯罪 哪些情况才会被列为故意杀人 有关于这些疑问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警方呢 到了米图的老家 就看见他妈妈呀 天天的带着小孙女生活的挺平静 但是警方没有放弃进一步的搜索米图 终于获得了重要的线索 说有人在三里街道 看到过米图 民警随后展开调查 最终找到米图 住在一处民居的二楼 这房子的主人姓陈 是米图的远房亲戚 这是一栋特别旧的那种小楼房 周围呢 是大量的民居结构很复杂 如果抓捕的时候 米图反抗 很可能会逃脱 或者伤及无辜 为了确保顺利抓捕 民警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 经过蹲守 发现米图啊 在屋子里面之后按照分工 一部分警力 在房子外围四个出入口不空 防止他狗急跳墙逃脱了 另外几名便衣民警呢 就来到了门前 假装房主在那敲门 米图 开门啊 我是小陈呢 过了一会儿 门啊 嘶吞一声打开了 只见一名脸色苍白 个子瘦瘦高高的青年男子 站在面前 因为之前的民警知道 米图长什么样了 这个样子已经深深印在脑海之中了 一看到眼前这男的 没错 这就是米图 而米图愣住了 因为他以为是小陈呢 一打开门不是啊 你们找谁啊 说了一句 他就要准备关门 就在这时候 民警呼啦抄上去 一把就把他给控制住了 你叫什么名字 民警一边问他 一边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我 我叫米图 你们抓我干什么呀 米图虽然表情很木讷 但是没有反抗 只有惊讶 民警啊 把米图带上警车 传唤回了三里派出所 民警到了派出所之后 直接了当的就问 你前些日子去广东攀鱼了吗 你跟谁在一起的 你们都干了什么 是啊 我去攀鱼 跟浪子见面 我们准备自杀 后来我害怕了就回来了 怎么了 看来米图此时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民警就告诉他 浪子已经死了 而你涉嫌故意杀人 被攀鱼警方列为网上逃犯 这时候啊 米图很疑惑 很惊恐 我又没有杀浪子 是他自己自杀的 于是民警呢 对米图宣讲了相关的法律条款 原原本本给他讲清楚了 到底这里面涉及到哪些具体的法律知识 您甭急 讲完案子 我也会跟民警一样啊 给您各位讲一遍 米图听完之后 长叹一声 他呀 在那一把鼻涕一把泪 交代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犯罪经过 米图是80后 安徽南陵县三里镇人 尽管相貌堂堂长得挺帅气 但文化程度不高 性格很内向 并且自卑 加上没有一记之长日子 过得紧紧巴巴 成年以后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经人介绍 娶了一名富阳农村的女人 第二年生了一个闺女 不有句老话吗 贫贱夫妻百事哀呀 婚后不久 夫妻俩呀 因为性格不和 谁看谁也不顺眼 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就发生争吵 2014年初 米图就跟同村的乡亲 一块到上海打工了 在一家酒店当保安 当保安呢 工资不高 除了自己吃喝住之外 基本上拿不出什么钱来 给家里边 于是妻子就特别不满意 经常就骂米图 你个废物 没用的东西 你还不如去死呢 这句话 对哪个男人来说 这都是太伤自尊的话了 啊 2015年初开始 妻子呢 就多次提出离婚 但米图觉得离婚呢 很丢人 尤其在村子里面 乡亲们都会看不起自己的死活不他应 后来妻子丢下女儿 不辞而别 下落不明了 找不着了 米图找不到妻子了 村里人也知道这事了 于是就有了风言风语 很多人就说呀 你说米图 光整一好看皮囊 有什么用啊 也没本事 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 原本自卑的 他就更加压抑了 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 感觉活着很痛苦 生活也没有意义了 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2017年5月底 米图啊 就在网上搜索四个字 自杀方式 结果就看见了一个 关于自杀的QQ群 就加入进去了 通过聊天 发现这群里的人呢 都是想自杀的 都很自卑 每个人都发泄着 对自己生活的不满 对自己工作经历的这种怨言 很多人都表示要自杀 了解生命 米图聊了一段时间 群里有人呢 就把他拉进了另外一个小群 这其中就有浪子 米图跟浪子啊 聊的比较多 知道浪子呢 是90后 广州人 因为喜欢赌博 欠下了好几十万的高利贷 一开始啊 父母替他还了点 后来浪子呢 还是迷恋赌博 欠的债 那是越来越多 父母对这个儿子 那是失望透顶啊 把他痛骂一顿 不给他钱了 而浪子呢 还是没能借除毒瘾 整天的不能自拔 天天被人逼债 有人甚至威胁他 再不还钱就做了你 浪子是又害怕 又无助 又不敢告诉父母 又不知道该怎么还钱 这才想到了自杀 米图跟浪子 虽然遭遇不一样 但是都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2017年7月中旬 俩人就约好了到潘雨自杀 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挣扎 米图最终决定 去 8月初 米图呢 赶到潘雨跟浪子见了面了 俩人在当地的那家宾馆就入住了 一起商量自杀的方式 第二天呢 俩人一起到超市 买了木炭啊 躺瓷盆啊 返回旅馆 准备自杀 但是当两个人躺在床上 等待死神降临的时候 米图害怕了 他想到了自己的父母 想到了自己的女儿 再一想事啊 他欠那么多赌债还不上 我没事啊 我有孩子呀 我有爸妈呀 于是他放弃了自杀 看了看浪子 自己打开房门走了 留下浪子一个人 在宾馆自杀身亡 米图潜逃回乡之后 迫于强大的心理压力 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 正打算自杀的时候 被民警一举抓获 这起案子呀 给大家讲完了 但是呢 多说两句啊 说点相关的法律知识点 就是米图明明没有杀人的行为 这个浪子是自杀身亡 为什么米图会涉嫌故意杀人 再隐身一步来说 教唆自杀到底算不算故意杀人 这里面呢 其实是有几个关键的因素的啊 目前咱们国家的法律 没有把自杀规定为犯罪 所以教唆他人自杀呢 一般情况之下也不构成犯罪 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 像米图浪子这种相约自杀的 会涉嫌故意杀人罪呢 咱们来说说这个相约自杀行为 各自实施自杀行为 有一方自杀未遂 那么未遂的不构成犯罪 就好比说约好了 你在安徽自杀 我在广东自杀 结果安徽自杀这死了 广东自杀那没死 自杀未遂 那么不构成犯罪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一方应另一方要求 把另一方杀死的 就好比说啊 这浪子跟米图说了 你杀了我吧 米图呢 倒是挺好说话 行啊 我杀了你吧 把他杀了 那么这种情况就构成了故意杀人犯罪 第三种情况就是米图和浪子 在现实之中发生的这种情况 一方中途放弃 或者自杀未遂之后 你有阻止和挽救对方的能力 但是见死不救也不报警 存活的这一方就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 说完这个问题之后 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一再提这个相约自杀 过去有一些QQ群 大家也都知道QQ群是腾讯公司的产品 对吧 那么QQ官方用不用负责任呢 这也分两种情况 因为现在QQ群那么多 这个官方的不可能对每一个群啊 都能够把你们的聊天记录都筛一遍 那不可能 那么如果说这个群大伙相约自杀了 这个自杀行为又成立了 在这个过程之中 官方提前知道了他们有自杀行为 而没有采取及时干预 没有及时报警的行为 那么他要担责 而如果官方确实就没看见这相应的消息 他呢 就不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当然在这一点上来说呢 我们也希望啊 平台方能够对这些QQ群 能够有一个更加严格的监管力度 一旦发现了此类行为了 是不是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 是不是能有一些技术手段 能够彻底杜绝此类QQ群的存在 至于自杀行为本身 这更多的是心理问题 社会问题 一个综合因素的影响啊 我们不可能那么详细的给大伙一一的分析原因 其实很多人在劝别人的时候 可能会说 哎呀 什么事看开点不就完了吗 但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对吧 我们也知道有的事情 你就是一句两句能看开 但如果有的人为了一件事情 他都愿意去死了 你劝他看开点 他真能看得开吗 你的这句话真能起到什么多大的作用吗 也不能啊 所以啊 如果遇到自己或者周边的亲友有心理问题 一定要及时的寻找专业人士 一定要及时的去这个医疗机构 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诊治 关于教唆自杀 是不是违法 有很多观点啊 有的认为应该立法 就是教唆自杀就应该单独的成为一项罪名 也有的认为啊 没有必要 那么您各位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欢迎在咱们音频下方留言说出您的观点